1月7日 红海印度制造将在下一城 作者 Ada 影片开始前 请先按赞 分享 留言及追踪 当红海股价跌破100元时 有一些鲁蛇就开始出现 反正很快又会躲回去 这种小菜鹅们我也见多了 生命周期短 死完一波后又会有一波 有一些人到部落格留言 我一开始是让所有的人可以留言 然后会回答他们问题 但最近酸民变多 一个连剧名都不敢的提问 那种我就直接删掉了 他花了一堆时间打 我一秒就把它删了 我也懒得看他写啥 如果他很闲 就去练练打字 打了老半天后 我一秒就把它删了 昨天我拿进四季红海的四大产品 类别比例 即把VNT疫苗 2022年第四季全球股市上涨 所以红海业外的其他毅力及损失的情况 还有11月郑州厂员工薪资的影响 这四个要素我提点了 结果你自己不会按照每一季 我判断2022年获利的方法去自己动手 算一下大概 想要我算也行 我就直接先把弱字贴到你头上 不要常常像个鲁蛇一样 用极差的态度让别人帮你算这种简单的事 如果你一直是这种输家个性 你穷一辈子也是活该 影片最后一段 我们来看一下一般讨论区买冷门股的想法 你看一下这种人的策略后 你就能知道在冷门股会有多危险 那种股票低股本 低市值 低成交量 稍微有一点点资金的人就是在里面做局 等待一些韭菜上钩 那种未实现损益没啥意义 那种一天只会成交几十张的 你开始你自己花个几十万 几百万也能拉涨停 一些鲁蛇眼中只有价格的 你看一下这种局后 你就不会常常被价格迷惑了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 成功的人找方法失败的人爱抱怨 二 红海印度制造将在下一城 三 在冷门股中做局人的交易策略 星期五晚上美股大涨700点 台股夜盘也上涨了221点 下星期台股应该是直接跳空过月线 有机会挑战三年线 当三年线站上后 台股又站上所有的均线了 很多散户还在幻想股市要惨了 经济要衰退了 我说过 之前中国一直动态清零 这会让中国的经济变差 当中国宣布与病毒共存时 你就要知道两三个月后 中国的经济就会重新启动 开始会有一波暴富性的消费 还在那傻乎乎的看空 之前一直死命看空红海的 也是吃准中国一直在动态清零 结果没有想到12月初策略大转弯 那些外资群主力头都洗下去了 就是在那等死了 本来趁着中国与病毒共存的第一个月 也就是12月 加大对鸿海的打击 觉得中国很多人在刚与病毒共存第一个月 每个人都阳性 工厂没有人去上班 结果鸿海经历过11月工人出走 12月与病毒共存 2022年第四季的营收还比2021年第四季成长近4% 现在外资群主力就是在那闪尿了 还有一些卖了鸿海的人 现在就化身成酸民的人在那用嘴巴看空 以为会有人害怕 那些人都是活得过初一 称不过15 准备就是等死等级的 鸿海12月营收回神后 代表旺季已经称过去了 接下来1月 2月 3月其实对于员工的需求量没有这么大 再加上有加大海外的产能 之前中国薪资有上升 接下来就不会这么好康了 当中国选择与病毒共存后 很多中小企业都倒闭了 也有不少人这三年下来因为没有工作 现在很缺钱 之前中国官方是把确诊说的会死似的 现在就说成小感冒 随着中国的劳工不害怕确诊 那工人会出来找工作的人数就会大幅的增加 工人多 工作值缺少 自然薪资就会降下来 之前中国劳工在那拿窍 让很多台商 外资企业 鸿海家大布局海外产能 现在中国的劳工就要承担这后果 那些卖掉鸿海 化身酸民的 现在每天就在那用嘴看空 其实就是三张 五张的角色 有一些几十张的 说的一副想要坑杀八十几万鸿海股东 似的 有时还是要了解自己有几根毛 讲的自己很多钱似的 拿出资产 买几张 几十张 那真的是很丢人现脸 资产少不可耻 可耻似的你就那点小资产 竟然看不起鸿海中的股东 鸿海股本一千三百八十六亿 市值一点三八兆左右 几十万 几百万 甚至几千万的 你都只是个弟弟 连外资群这一年半卖了一百万张 差不多卖了一千亿 也是个弟弟而已 现在还是准备跪着四基买回了 有一些人说不要常常提鸿海 这样外资群就不会针对散户做打击了 我只能说 你把头埋进土里 你单纯就是幻想自己不会被针对罢了 你买了鸿海后 希望我不要再说鸿海的价值给其他散户万 让外资群有机会能买回去 那有去了 你这种就是自私自利的行为 而且你的成不成功还要看外资群的脸色 这样属于弱爆的程度 鸿海连续三十四年获利 三十四年配息 近二十年获利平均有百分之十 有竞争力 有远景 股价还在静止以下 你光以这个为基础 你就能吃定外资群了 你的投资是靠你的选股及不败的策略 而不是把头埋进土里 今天我分享鸿海的价值给投资人听 买到的人就是用时间就能稳赢 哪怕股票都是落在投资人手上 最终这些投资人也是用时间就稳赢 外资群买不买 卖不卖 这不会影响鸿海每年能赚资产的百分之十 也不会影响鸿海在EMS借王者的地位 有时候散户会说钱都被外资群赚走 外资群在坑杀台湾散户 当有人出来分享正确的投资经验造福投资者时 你却希望我不要分享 让外资群顺利买回股票 外资群手持大量股票后 自己就会去拉抬股价 我只能说 那你是嫩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 你的资金永远就只会很小 因为当你的资金变大后 一买一卖成交易 你买的外资群买 你卖的外资群买 你一辈子都无法成为巴菲特这样水准的投资人 如果你是巴菲特 你买了后就是手握公司10%到20%的股权 这10%到20%的股权就是来自己外资群卖的 怎么着 要把股票卖回给外资群 这样外资群拉抬股价 才能赚钱啊 当你有这种废物的想法时 你就一辈子注定是小咖 真正厉害的投资方式是 我透过公司基本面 产业面买进 外资群想买就买 想卖就卖 我就是吃定他了 他们可以短线拿股票出来键卖 出来压制 但时间一久 他们还是的跪下 你的投资策略如果这么强 那你一辈子都很难赔 而且资金可以无限的变大 不会受限外资群 最近有匿名网友到部落格匿名呛声 说昨天的文章没有估去年第四季的获利 有时候这种人就是不懂举一反三 我都估鸿海获利几十次了 我把要注意的几点告诉你后 你是不会自己按一下计算机吗 昨天我提到的点是啥呢 四大产品类别的营收中 云端网路高毛利率的占比相对高一点 所以毛利率有可能会提高 2021年第四季 其他利益及损失为48.7亿 但2022年第四季 全球股市大涨 鸿海2022年第四季 这部分不会赔 还有可能小赚 再加上2021年第四季 有捐VMT疫苗 VMT疫苗一定是任劣在营业费用的 所以你自己就把这两项扣掉 再去考虑11月时振州厂员工薪资上升 毛利率及盈利率可能就是会稍微的高一点 营业利益就会差不多546亿 鸿海业外的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减财务成本 这一项每一季都大概赚50到60亿 这季没有其他利益及损失的亏48.7亿 我就当打平 关联企业因为下谱获利不好 我就当业外关联企业赚30到40亿 整个业外赚100亿 睡前就是赚648亿 差不多赚3.38元 这和我之前每天在说的 第四季可以赚3到3.6元 你把更多的资讯带进去 可以得到3到3.6元更小的范围的EPS 自己看不懂 还要我仔细的算给你听啊 输家是这样 你想要透过激将法让我算给你听 我是可以算给你听 但在你头上贴个弱就是少不了的 有时如果你嫩 你废 你懒 记得不要这么呛 2021年第四季因为下谱赚比较多 所以关联企业集合资赚了87.86亿 2022年第三季下谱赔 也预告2022年第四季不会赚太多 这也是为啥我估2022年第四季的业外关联企业 仅会赚30到40亿 你这鲁蛇可能连这都不知道 平常如果有注意把我所有说的 估得你都自己动手算一遍 我说一些注意事项完后 自己就能动手算了 赢家要多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而不是每天就嘴巴张开就在那抢 网友Chemch分享 昨天阿姨跟我说他打算解家里定存买鸿海 他也知道我存鸿海四年多了 但他说有一个疑虑为何外资一直卖散户一直接 我回他说外资卖散户接不一定是坏事 鸿海基准点净值约在104了 股价在98左右 相当之前我开始投资鸿海780元 时候鸿海净值在83元 也发生过外资大卖均价比之后大买回均价还低 曾经看过交易员不愿告诉你的事的书 华尔街大部分专业交易员绩效无法打败大盘 看看台股近30支ETF只有9支去年2022年含配息优于大盘 百分之负18 因为这些ETF跟外资群发行基金一样需要收管理费 在三年后五年后 多年后能长期打败大盘越来越少 这就是为何多数专业经理人自己的潜规划在指数型被动投资 其实我跟他说每年领5%值利率加上另外5%投入净值成长 未来长期绩效打败大盘轻而易举的是 A大回答 一看就是看我文章及影片很久的人 中长期投资红海就是稳赢 如果你每年被基金ETF吸血 长期下来一定就是会输给大盘的报酬的 所谓的大盘就是由几千家上市及上柜公司组出来的 那些基金经理人ETF也仅能到股市中挑股票来买 当基金及ETF规模越大 他们就只能买大型全职股 我说过股价及净值之间的差价不可能无止境的拉开 所以公司一年固定赚5%到10%配出4%到5% 这就是长期下来的报酬率 如果基金一年固定吸你1%到2%的血 ETF吸你0.45%到1.08%的血 时间久了后 自然钱就都落到基金经理人 ETF经理人口袋中了 而且这些基金及ETF背后还有券商 这些券商是靠手续费存活的 所以在设计基金及ETF时 也会让这些基金及ETF频繁交易 这时券商就能赚到钱 很多事情真的很简单 但有时这个利润太大了 也不会有人想告诉你这些事 是想我告诉你这些事 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 一些网红财经主持人不告诉你 他们还能接基金 ETF的业配文 然后赚一点业配费用 有时候我在说ETF基金的缺点时 就会有一些买ETF基金的人在那攻击我 那一些人有的是买的人 将错就错 有的就是出来护航的 怕被说穿了 他们就没有饭能吃 我说过之前有一个经理人在那摇摆 你自己缴很多税 因为赚了很高的薪水 那种人你以为他们能在股市中赚钱啊 单纯就是吸客户的管理费罢了 不要天真的以为他们能在股市中赚到钱 红海集团布局印度在卖大布 印度媒体5日报道 印度泰伦加纳省官方访问团已于4日 在台北与鸿海董事长刘洋伟等高层会面 洽商鸿海集团在当地设立工厂可能性 外界推测 红海集团今年扩大印度布局 将由旗下红腾精密首发 规划在印度生产真无线蓝牙耳机等产品 红海目前已在印度生产iPhone 红腾在印度设厂后 将扩大红海集团印度制造能量 有助降低地缘政治的影响 印度媒体报道 泰伦加纳省电子部门官方组团 已与刘洋伟及红腾董事长卢松青等高层 代表于4日在台北会面 说明泰伦加纳省的商机 报道也刊出双方在红海集团 新北市土城总部合影照片 印度媒体直出 先前红海集团代表层造访 泰伦加纳省海德拉巴市 洽商在当地设立手机制造厂区的可能性 由于从照片上看出 除了刘洋伟之外 卢松青也出现在红海土城总部 一起会晤印度泰伦加纳省官员 外界推测 由于红腾生产许多周边产品 包括无线蓝牙耳机 因此红腾有机会在印度生产相关产品 A大回答 红海2022年营收来到6.6兆 从2019年开始 流动布局F3.0转型升级 在这3到4年之间 已经布局了电动车及半导体 2023年开始就会出现营收贡献 传统的ICT产业成长有限 市场常常就在那说力训抢单之类的 红海也知道传统的ICT已经饱和了 想要营收大幅再成长 一定是需要未来产业 以红海在ICT产业的布局 现在有的竞争对手 想要追上红海至少也要5年到10年 重点是红海也不会在原地等 那些竞争者 组装代工是需要很大资产的行业 那些竞争者想要做到这么大的营收 他们也需要有足够大的资产 所以短时间一定是无法快速达成的 一些散户没啥脑 每天幻想竞争者会追上红海 结果几年过去了 红海还是一直是王者 在红海原本ICT产业就追不上了 现在红海布局的电动车及半导体会在2023年下半年开始发力 有一些人担心中国竞争者追上红海 但红海新布局的事业锁定在印度 印尼 台湾 泰国 沙国 墨西哥 美国 这里的营收只要移上来 红海的营收就会大幅的成长 这可以抵消ICT产业宝和带来的衰退 本来市场是认为ICT会衰退 结果没想到红海ICT也有找到云端网路产品 结果在电动车及半导体营收还没有开始发力时 营收还是大幅的年成长10% 今年四伏器的市场还是不错 2022年的苹果高阶手机卖的比较好 今年不一定这么好 但四伏器的成长可能可以抵消苹果手机的衰退 再加上电动车 半导体的发力 今年红海的营收要再成长 也是很简单 只要红海电动车 半导体营收开始发力 那些竞争者就会被拉开更远 而且半导体及电动车属于新的蓝海 毛利率会相对的好 目前有一些起人优天的散户 怕今年ICT产业衰退 然后红海半导体 电动车又发展不顺 我只能说 现在红海股价净值比是0.9倍 获利没有被拿走任何半毛 还有一些蠢外资群 主力送你一年的获利 我是不懂你在那瞎担心什么 你要担心 也去担心净值100元 股价500元的公司 那些公司的获利不能有差错 不然就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赚钱 以红海股价在净值之下 少赚10% 也是能赚9元多 我是不懂有啥好在那内心细一堆的 投资者会赔钱 通常都是买到获利 被拿走很多年的公司 以你投资红海 你铁定是稳赚的 有一些人摊开过去鸿海股价134.5元时 然后在那说自己赔钱了 自己鲁蛇还要怪人 鸿海2021年的年限是111元 2022年的年限是105元 结果自己资金配置没有做好 我是不懂自己在那怪别人啥意思的 然后自己在那用目前的股价计算赔多少钱 如果股价对你有意义 你和我说你家族产在哪 我找几个人去那开价 值1000万的房子 我们在那开100万 你就快用100万卖我 我会和你说 市场就是决定你那房子值100万 快搬出去了 我要搬进去了 现实生活你不会这么蠢 在股市中就看着股价在那演阿信 别人卖了后 把价格压低想要买回 你自己在那蠢的演阿信 觉得自己好惨 那你最终就是会见价把公司股权卖出 对我来说 红海2022年第四季底 净值就是108元 股价98.4元 那是卖出的人蠢 就像房子值1000万 别人去出价100万 别人出价归出价 你卖不卖是你的事 你自己蠢到以100万把房子卖出 那别人就只能感谢你的蠢了 红海赚了一年10元 净值赚到108元 结果股价98.4元 你觉得红海就值98.4元 台积电净值106元 股价就值458.5元 到底是怎样的智商 才会被这种基准点给迷惑 之前我有说过 如果你在一些冷门股 小型股中操作 股价想要多少元 那只要你爽就行了 以这位网友选的四档股票 月成交平均交易量为242张 39张 80张及23张 股价分别为71.4元 12.25元 27.55元 120元 这样的成交量配上股价 对账单上面的未实现损失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他发这个交易心得 部分也是为了让讨论区的人 注意到这四档股票 然后说服你去买这种冷门股 如果有人买 他就能完成抓交替了 这种做局的人只要失败 最终一定是会很惨的 一般这样的人在同学会很常见 就是在那介绍小型股 然后报名牌给别人 接着他就自己去拉涨停 几天后 一些贪心的散户就会跟着进去买 最终到完货 他就拍拍屁股走人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一买一卖成交易 短线就是勾心斗角 你死我活的游戏 这种就是想要自己当主力 然后去坑杀散户 平常自己可以把股价拉高 看自己未实现损益 可以看得很爽 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这样的人怎么想 一般讨论区网友 2022年操作心得 之前其实有发过年报了 但没有对账单 也被说心得太少 因为当时懒得打 刚好现在活动有PB拿 加上有些版有来信询问选股之类 顺便补一下对账单跟心得 先上对账单 我就上主要的两个账号 还有四个赔钱的小账号 大约赔一百多万 我就不上了 我就懒 报酬率就跟我之前发的一样 在27%附近 一 先说一下自己的经历大学 读商科加上有兴趣 所以对投资学财务管理 一些投资理论算是略懂 后来在上市传产公司上班 当ITGO 借着工作机会 学了一些会计实务 虽然不到审计员的程度 但起码他们的需求都听得懂 例如成本会计 总账 损益表 资产负债表的产生 固定资产折旧等的计算 都有时做过 也开发过销售 生产 采购系统等 对一些运营的基本概念 后来也有当上中阶主管 慢慢能了解高阶主管 跟经营者的思维跟想法 总结以上财务理论 加会计实务加工厂的 实务加认知老板的想法 对判读新闻有点帮助 算是我的一点优势 二 投资哲学部分 我的现在投资风格是 重压冷门股 台积电之类的台湾50 跟台湾中型100 都不在我的标的中 主要以小型股为主 最好是市值百亿以下 理由很简单 我没有优势 股票市场就跟打游戏一样 你能不能赢得游戏 大部分取决于你的对手是谁 买热门股或是大型股时 你要面对投信 法人 甚至素人少年股神等 比研究 我打不赢投信 法人的研究团队 比灵活 我会被少年股神的花俏交易手段痛电 就和你跟年轻人打击时战略游戏一样 手速你可能连少年股神的三分之一不到 买冷门股投信 法人就先被市值卡住了 我印象中投信或是受险资金 能买得标的市值是50亿以上 还是100亿之类的 冷门股交易量小也没有个股期货等工具 少年股神也不屑来 我的对手就剩一般散户未多 自认自己比一般散户在基本分析上有优势一些 三 选股逻辑 我上篇文有个虚文说看我的之前的文章没有很厉害 怀疑我的资产跟绩效 我只能说他还真的说对了 我从2020年开始自己下单操作到现在发的标的文 就四篇中飞航 三发 灿兴网 上阳 当初发文的对张单都是用小号 除了三发没有重压外 因为低点的时候 他是全额交割要圈存 那时候要上班不能请假 定只买了一点点 加上只是想开发事件交易的策略没有持有太久 我就只靠三只股票 用过三关 翻七八倍的方式 翻到现在的资产 没有当过航海王 天国依辉 真的不需要买到股板热门省股 还是能赚钱 中间也有买其他股票 但比例都不多 因为赔钱或是绩效不好就越来越缩小其他的非核心持股 也想过学少年股神走疯狗流或是开发多策略多空事件交易等 但自己统计一年赔了一百多万等于白上班了 拿钱去养少年股神 后来就大道质检 伪灾教主 比股A十郎 股票不用多 能打的一到三只就够了 对最有把握的股票下好下满 下到不会影响进出 下到不会影响报酬率为主 不要为财务理论去分散各股风险去买心中的第四到九名的股票 除非到各股为那量的上限才去买第四到六名 不然就是放现金 至于看的指标 我之前有发过上扬的文章 分风险面 主要是现金流 经营者股份 商业模式是否简单好理解跟验证 因为要重压加上市小型股 内控可能比较没有制度 有点风险或是自己能力圈以外都会被踢掉 比如新药开发太难估现金流了 自己喜欢很难到 费用低 有强劲的现金流 尽量受原料拨动小货是可转嫁给下游 经营层持股在一定比例上 减少代理人风险 成长面 优秀的经营团队 通常是我抓年报跟同业比 年龄 学历 经历 比对历年新闻说的内容 准确度 加上看看法说会说话的感觉 这个就有点艺术 就凭个人的生命经验 有些人说话很容易三分说成十分 自己是喜欢经营者八到九分说成十分 有点进取心 但不会太乐观 有足够大的稳定成长空间 就用尝试可以判断 该产业短期不会爆发性成长 但长期会稳定成长 爆发性成长等于竞争激烈 加现金流不好预估 结合前面的优秀经营团队 希望公司成长率 待于产业成长率 四 操作手法 就每季财报出完 先用财报软体选股 先选现金流强的 然后把非能力圈的踢掉 比如营建股 一堆营建神人研究的很透彻 傻交巫术 哪里建案盖到第几层了 都如鼠家珍 营收啥时任劣 啥时要布局 你是不可能打赢他们的 就有点闲钱小钱跟单比较实际 喝点他们留下的汤 依照前面的准则 先大致一产业看风险性 看成长性再踢一轮 最后有兴趣 然后一家一家的看年报 若更有兴趣的 再开始比对同业 Google上下游 了解商业模式 查之前的经营者的新闻等 最后再决定是否进出 操作上就以计为单位 因为冷门股 自己的经验 你个人成交量 不能超过单日的5% 最好压在2%下 不然会影响个股走势 简单说涨势 是你自己买上去的 买贵就先输在起跑点了 如果没有遇上市场情绪 特别起伏 可能买先花一季 卖要再花一季 当然资金小的话 就简单多了 可能一两周就买完了 所以别再说本多中胜了 本一多 报酬率下降的很快 5 投资建议 或是如何带你飞 就被动投资吧 听听郑二哥的话 对我来说 被动投资蛮爽 就像高中生 只要有去上学 有报名 不用读书 不用听课 就有兼国立大学可以读 或许还是兼中自辈的大学 算是CP值很高的做法 走基本分析 一一般散户就是看新闻品 感觉买卖 没有相关经验 跟理论判定新闻可信度 你能买书读懂财务理论 就算很前面了 下一关 非本科你要补完会计就有点难了 加上其他相关知识跟实物 除非你工作有接触 不然你的武器就是少人一些 就算这些都补齐了 你面对法人 你还是在劣势中 除非你对某些产业非常熟 算是你有能力圈 才建议主动投资 若真的有心走基本面 就把自己当作研究员 看看那些研究报告怎么写 自己也照格式去写写看 去估营收获利半年 一年后来看看绩效 再决定是否主动投资 推荐书籍跟资源 财报狗出的两本书 张明辉出的大会诗 寄较你的两本书 财报狗我很推荐 算是我心中讲基本面的第一名的网站 自己喜欢研究原风格出身的投资人 我是投资界的客家人 喜欢当免费仔 尽量不花钱为主 除了买书外 只有每季出财报 或是刚好获利了结 想找新标的会用订阅一个月选股软体算 现金折现率 其他订阅什么的都不需要 真的想看 网路上有一堆投信出的研究报告 不用去订阅网红的报告 除非他真的有实际 偶尔看产业知识的podcast 文章出自 大个人股市观察记录部落隔篇 快点快点快点 好害死吧 好害死吧 摇滚去了朋友们 拿中里人热情来 红海三百 红海三百 红海三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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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